這次是高規格戒備 如果据說當天要走高鐵什麼的 通通會delay的 金正恩的態度在過去來講 非常非常的奇怪 您剛剛特別提到說 時機敏感而且意義重大 因為也不過就在幾個月前 金正恩還在跟你 跟川普在那裡到處叫 所以你要打飛彈我就K過去 不是 習大大是講時機特殊 對啊 所以 不是敏感 他沒有敏感 還特殊了 你看看 所以你如果回來看 就是說過去大家就知道說 檯面上面北韓已經講說 他接下來要跟這個文在寅見面 也要跟川普見面 可是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說 金正恩要去見 要去中國大陸見的習近平 而一出來的消息 就是已經證實 兩個人已經見過 所以為什麼您剛剛所提到的說 特殊的這兩個字 那當然很多人會回來看說 金正恩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其實大家也很好奇 第一個實際特殊就是說 這個見面是給老大哥長臉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跟北韓 跟南韓跟這個川普 對不對 見面之前我先跟老大哥報備 而且不只是這樣 其實金正恩打得如一算盤 很有可能是怎麼樣你知道 因為長期以來 北韓都是靠著中國大陸 給他很多的資源 給他這個協助 可是因為在這一段時間 為了這個核子事報的問題 為了搗蛋的這個問題 很多國家都要求 聯合國直接要求 中國大陸要加入制裁 所以接下來金正恩會不會透過 是不是有透過這一次的訪問 然後也希望中國大陸能夠繼續 這個援助給他 那你會看到這個 當金正恩正式到了北京去的時候 他直接被迎接到釣魚台的 這個所謂的國賓館 那其實釣魚台國賓館 當時他興建的時候 是在1958年的時候 那時候周恩來 他為了說1959年要做國慶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蓋一個國賓館 你知道才一年的時間 所以他那一年裡面 其實非常驚險 因為他們要求你要使命必達 所以那個國賓館 基本上他那時候是邊設計邊蓋 今天拿到土 明天下去施工 已經嚴格到這樣 可是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很多人也看到說 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國賓衛士班 那這個國賓衛士班 有一點就像我們的儀隊 可是他的挑選的嚴格的方式 我得跟美人解說一下 他每一年從入伍的新兵裡面 大概先挑出上千人左右 挑出來之後再做什麼你知道 再挑一次 挑出40個人 這40個人進到所謂的 國賓衛士班之後 對不起 不是代表 你就是合格的國賓衛士 因為第一個身高要180公分以上 那這個當然應該要 不然全國賓衛士班 站起來要像話嗎 那你除了這個身高之外 你必須要通過他很嚴格的一個訓練 比如說你想想看 他之所以這個地方是國賓館 你接待的都是外國的這些元首或其他 可是外國元首不會自己一個人 他會有很多的車子 所以他們被要求 你在40分鐘之內必須背下800多個車號 而且這個車號過來 過你的面前的時候 對不起 2秒鐘你要必須能夠判別 這個車號是不是你背過的 如果你不合格淘汰 我的媽呀 所以我們光是長個兒 還沒辦法當這個班 腦袋要好 你說腦袋好跟個頭高 變傻大個兒也不行 所以他在儀態上面 其實也被非常的要求 所以比如說像儀隊的訓練 這個大概都會有 包含說什麼手掌貼著 要夾普克牌 然後褲管夾著 這邊要夾張紙不能掉 那個都是基本訓練 包含到背後 因為你要要求要挺正 所以要插木棍 可是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他從上千個新兵裡面先挑40個出來 你知道到他結訓的時候 合格率是多少嗎 他最多就10個人進入到所謂的國賓衛士班裡面 所以這邊都是萬中選一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外賓 其實到了這個國賓館的時候 不是在乎他那個800年的那個歷史景觀 也不是在乎說裡面吃飯吃的有多好 在乎的有印象的 都是這些國賓館的所謂的國賓衛士班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我們很多大陸經商的朋友 以前偶爾回來的時候 跟我們這個顯擺說他在釣魚台吃飯 那會兒還覺得這個什麼了不起 不是這個餐廳嗎 現在才知道 如果你有朋友跟你顯擺 他在釣魚台吃過飯 你朋友是有本事的 對不對 因為這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去的 這次金正恩專列 我想很難保密 哪有那麼高調的一台專列 這就搞錯了 從北韓出發的 全球鐵道迷完全陷入了狂熱當中 因為上一次有這種極權領袖做專列 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 希特勒有一條一輛專列 叫做這個Steel Monster 鋼鐵巨獸 他的這個專列 其實跟鋼鐵巨獸比起來 絲毫不遜色 第一個他外程大約有8公分左右後的鋼板 所以可以抵擋的是武林機槍以上的射擊 等銜的火箭彈射擊打不穿 他的前導有專門一列車 專門領先他到各地去 視察中間有沒有炸彈 而且他如果要開進任何一個火車站 附近鐵軌全部斷電 你沒有任何其他車可以開進來撞他 而且整個車站近空 也就是他開了大概2100多公里 從這個平壤一路開到北京去 中間的鐵道兩旁 據說包含了北韓境內 包含了中國境內 全部進空 因為不准有人靠近 200我問一下 從北韓坐的火車到北京 按照專列的速度是多久 30小時 因為他只開60公里而已 他為了要掌握他的舒適度跟安全性 開不快60公里 可是這樣才爽 你知道真正的頂級鐵道旅遊 就是要慢慢開 慢慢享受 這一次你知道 北京的所有的記者震撼於一件事情 因為從來沒有人能拍到裡面的照片 但是這是因為中方的外交部長去送行 記者曾經鑽進去 然後新華社拍到一張 他裡面有很多沙發是粉紅色 就你沒想到金正恩這麼一個外表強悍的獨裁領袖 內心有一個小粉紅在裡面 在他爸爸做的時候 朝鮮一號 那個時候曾經 拜訪過俄羅斯 你知道那有多誇張嗎 他大概是世界上做過最長 專業的領袖 因為那是數千公里以上 不只2100公里 可能到六七千公里 而且中間 那個俄羅斯的外交官寫備忘錄 他說 我一進去一看 滿滿都是美女如雲的服務員 每一個他的英文寫Entertainer 他不是寫什麼空中服務小姐或什麼 是娛樂提供者 然後每停一站 就拿上波爾多 Burgundy的紅酒 然後如果當地有產品的話 捕龍蝦 所以沿路吃龍蝦 喝紅酒 然後大家坐那個長桌 就一邊唱北韓軍歌 有的時候唱俄國蘇聯的軍歌 一吃可以吃4小時 所以等於你所有能夠享受的 這個享受的 極盡奢華之能事裡面都有 但光是首領的那一個列車 因為整台車是絕緣 不透熱能 不透電能 首領列車 你從頭也不知道哪一台 你不知道是哪一節 你不知道哪一節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通常在北韓內部出動的時候 前後各有一列 前面是開道 後面是警衛人員 所以你最多只知道 中間這一列 有可能競爭在裡面 在哪一節不知道 而且那一節裡面 光是最精銳 只屬中央保衛局的衛士50人 24小時整天不休息 所以這個會面 應該是醞釀一陣子了 否則怎麼來得及 這樣子的因應對不對 不對 在北韓 你說今天要出發 現在出發就走了 人家獨裁國家 你還當作要休假嗎 問題是北京沿途要除 對 北京 所以中方的配合很驚人 中方從一週之前 告訴所有媒體 不准再報導朝鮮 因為他們叫北韓 叫朝鮮 不准再報導 但所有媒體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接下來三天前 網上微博 不能搜金正恩 不能搜綽號金山胖 不能搜朝鮮 不能搜北韓 通通斷絕 然後等到他一路過來 第一個 丹東火車站全部管制 不准進出 開到北京火車站 那我剛好要在做火車站 不准 不准 那你又沒有先告訴我 你要幹這個事情 那我去到現場 你在台灣活久了 你因為到那邊去 可以跟公安胡錦講道理 然後到了北京火車 對 到北京火車站之後 全面封鎖 連一張照片都沒有 在新華社出來 十幾分鐘的訪談之前 沒有人拍到一張照片 所以而且你知道這次是 金正恩都已經回朝鮮了 新華社才發新聞 對不對 那他有只在北京 只在釣魚台嗎 他有去什麼地方嗎 事實上他有去一個 非常特別的行程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張照片 就是去中國大陸 北京的中關村 那中關村的話事實上 我們都知道說 他現在已經是變成是中國 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個 高科技的發展的重鎮 為什麼金正恩要去訪問 這個中關村 因為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金正恩他是留學海外 他對於高科技非常的重視 所以如果你注意到他的身邊來說 他其實會用一些 比較先進的科技產品 比如說我們國內的HTC 他就曾經用過 所以在他 他也說要在北韓駕鎖 所謂的網路什麼 所以他其實對一些 國際的新科技 他其實有在接觸 為什麼這樣講 事實上這幾年北韓的 北朝鮮的 包括說飛彈的技術 核彈的技術 為什麼突飛猛進 就有人說 是不是拿到中國的一些 相關的幫助 所以就有人說 北韓金正恩這一次去 有希望說在未來的時間點裡面 跟中國加強對科技產業的交流 當然這個是牽涉到美國一個非常敏感的神經 我們知道到底朝鮮這幾年 從中國那邊進口了什麼東西 包括說像前一陣子 他們從這個還沒有被禁運之前 他們從中國進口了非常大量的遊戲機 跟一些控制器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們自己在研發 他們自己的專屬北韓style的電玩 比如說他們有一個電玩叫做幹掉美國大兵 這個實在是非常受到北韓民眾的歡迎 也就是說他們就有點類似射擊遊戲 只是說你打了對象 敵人就變成是美國大兵 他們這個遊戲等於是從國中到國小 這個軍隊到民間 大家都很喜歡玩 等於是說把美國人的所謂的敵 敵對的思想 欲教於樂於其中 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他們還有研發一些新的高端的 這些遊戲 包括說什麼前線戰爭 高溝離戰場等等 這個都是適合北韓 就是把北韓的歷史跟現況 融合在中間的這個遊戲 重點是他們開始這個線上購物 對 是 沒錯 事實上我們都說 這一次他到金正恩去訪問的時候 他還有看了中國大陸的線上購物的發展 因為京東的總部就在中灣村 那他看了還什麼 因為北韓目前他們有自己 屬於自己的網購系統 叫做Okuro的一個聯網系統 只是說這個聯網系統 因為它不對外 他們只有北韓民眾裡面可以互相買賣 而且他目前只通用北韓的貨幣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隨選的視訊的系統 就有點像我們的Setabox 機散盒這一種 可以看電影 對 可以看電影 那美國的Netflix就說 他們這個好像也不會比我們更差 他們叫做Main Bank的 一個隨選視訊的這個系統 但是他目前只有五個電視頻道 而且每天播放的都是北韓的歷史 那個長官的說法 政令宣導 或是怎麼殺美國人的這些狀況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北韓雖然說是被封閉了非常久 但是其實他們的科技實力 其實一直在進步之中